今天我做了黑米大包子,个个胖乎乎的,蓬松渲软,做法还简单,可好吃了 准备400克黑米,100克糯米,清洗干净后浸泡一碗 泡好的黑米和糯米一起倒入电饭锅中 加入平时煮饭的水量蒸熟 蒸熟后根据个人口味,加白糖,适量的煉乳 用筷子搅拌至粘稠的状态备用 再准备500克面粉,一勺白糖,5克酵母粉,250克温水 先活成絮状,再加入10克的使用油继续活面 活成这样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放到硅胶案板上,擀成长条 再分割成等份的小面剂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面皮 取一块放上黑米,用自己的手法包成包子 倒过来整理圆润,放到温水锅中 盖盖,醒发大概40分钟 像这样体积变大,有些轻飘飘的感觉就好了 水开计时,大火蒸15分钟 焖5分钟,包子就做好了 看看这大包子,想不想吃 想吃收藏起来,自己动手做吧